各位聽眾朋友大家早安 歡迎收聽世界一把抓 我是主持人鄭麗文 我有認識全台灣最大的養豬戶之一 他抓得不下去 我們政府搞得這樣敲锣打鼓 好像台灣的豬都已經得豬瘟的感覺 現在他們豬肉的銷售已經下降了 已經明顯下降 但其實非洲豬瘟是不會傳人的 而且你豬肉煮熟了以後 因為豬瘟那個細菌是怕高溫 所以你豬肉煮熟的時候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而且台灣現在還沒有得豬瘟 在台灣豬肉是很OK的 大家不要擔心 真的不要過度的擔心 過度的那個反應 不過呢台灣豬是有名的 是 好吃 是 為什麼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好好地聊聊 而且呢 好像日本人也很喜歡台灣豬 應該這麼說 日本人他們自己豬肉也養得很好 但是 但是因為養豬非常的污染 對 但是你知道日本也中非洲豬瘟了嗎 因為 兩個線啦 一個是祈福線 一個是愛知線 對 目前是這兩個星 因為你想想看 非洲豬瘟都已經傳到中國大陸了 所以它已經傳到歐洲了 就是已經 其實就傳遍全世界的感覺 其實大陸目前還有六個省份 還沒有中 對 然後距離我們最近沒有中的是廣西 距離我們最近沒有中的是廣西 然後我記得山東跟河北還沒有中 另外就是比較邊緣的新疆那一帶 所以目前還有六個省份 新疆也有養豬 應該比較少 比較少啦 我覺得第一個可能比較少 第二個也是 地形上屬於比較封閉 因為廣西 你也知道廣西的狀況 地形上比較封閉 然後也比較複雜 所以比較沒有 所以狀況應該是這樣 但我先講齁 大家都講 非洲豬瘟很可怕 我要先跟大家再講一次 非洲豬瘟很可怕 但是要防 固然要防禦 但是有些事情還是要注意 就是 應該這麼說 就是說 非洲豬瘟它可怕的地方是在於 目前並沒有找到 可以對症下藥的藥 對 所以 它是因為這樣可怕 再加上一件事情是 它呢 耐高溫耐低溫 所以呢 它在冷藏呢 會存活一百天 冷凍可以存活一千天 所以它可怕的地方是在這裡 所以 雖然我們還沒有得 但是我覺得那個防禦之心還是要有 很重要啊 所以就是說不要用廚餘養豬嘛 那其實那個大的養豬户 早就沒有用廚養豬了 對 因為其實台灣竹魚養豬户現在剩的比例很少了 都是一些小型的 對 我跟你講養豬非常非常的污染 所以其實 所以像日本它們都是有限制的 對 而且它們有一個區域是 你要距離人居住多元的環境 對啊 天然環境才可以養 那個河流的污染非常嚴重 對 好 但是呢 我們就回來談 為什麼台灣豬這麼好吃呢 對 台灣有哪些不同的豬的品種 我先跟各位講喔 台灣豬 大家都只聽到台灣豬 但是台灣豬分蠻多品種的 嗯 那其中呢 我要先跟各位講說 我們最常吃到的白豬 嗯 其實台灣人養得很好 而且台灣人啊 最厲害的一件事是 台灣人很會做 嗯 混 我講混種很難聽 但是就是這樣啊 就是 就是 就是台灣人很知道去取 每一個品種優良的地方 基因 對 基因 那台灣現在目前最大眾的 白豬呢 是市面上稱 L Y D 三個品種 嗯 呃 去呃 配出來 配出來的 那所謂的L呢 它是指 燃瑞斯 那 呃 Y呢 指的是約克夏 然後D呢 指的是杜洛克 那在這裡面呢 呃 比較還能夠 感覺都是外國人喔 對對對 對對對 但台灣人把它變成台灣人 嗯 就外國豬變台灣豬了 就新住民的第幾代這樣 對 欸我們沒有強調那種什麼 台灣在地本土 純種豬齁 這種概念 有 等會我會跟各位講一個 山豬嗎 一個 一個 有一個黑豬是這樣子的 等會我跟各位 那我先講喔 所謂的 你剛才聽到都是外國豬對不對 但是呢 這件事就要講到所謂的台灣育種 嗯 那育種這件事呢 大家都覺得就是 就是來台灣養成小豬 不對 在我們的規定上呢 是你必須國外進口的純種豬 像我剛才講的那三種純種豬對不對 進來台灣之後 要經過三代的培育 嗯 你才算是育種成功 才可以開始大量繁殖 因為三代培育之後 你才 所以我剛才 他才不會有一些遺傳基因病 我剛才講了 呃 L Y D三種對不對 L跟Y先當爸爸媽媽 嗯 生出來的一個L加Y 對不對 然後再跟D 混 然後這就是第二代了對不對 嗯 然後呢 L Y跟D混出來的 是不是就L Y D第三代 對 第三代就L Y D配L Y D 好 然後第四代 才可以是我們吃的豬 哦 那為什麼要這樣 就是在這個過程中 你才能夠純粹出你想要最好的 嗯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育種的規定 哦 所以只要是國外來的豬 他都要經過一代 兩代三代 到第四代才能夠正常是給我們吃的 那所以說 那所以說你現在講的這個白豬 L Y D這個白豬 嗯 應該是很早以前就有了嘛 對 對 但是是也是戰後才有的嗎 沒有沒有沒有 他其實也是很早以前 但是台灣很多的農業立下的基礎 是日本人在統治我們那段時間 就開始了 因為其實我們台灣滿多的農業 是受到日本人的影響 哦 嗯 對 但是日本人給我們很多 特別是外國營業 就比方說 你記不記得我之前講過 我在台灣釀葡萄酒 嗯 那台灣的葡萄酒的品種 也是日本人當時帶進來的 哦 嗯 所以其實我們的農業 葡萄 葡萄 我們現在的葡萄主要是金香跟黑厚嘛 都是當時日本人帶進來的 OK 可是它的原產並不在日本 嗯 嗯 對 但是日本人帶進來 這不是日本人的特色 對 日本人就會把別人東西弄了 就比方說和牛這件事好了 嗯 大家聽完和牛都覺得和牛是日本人的牛 對不對 不是 它其實是 呃 國外的牛 到了日本 他把它 育種很好 然後 然後 所以的確是日本的養法不同 對 所以才養出日本和牛 對 對對對 但是 這些和牛不管是黑毛 鶴毛 呃 呃 短角跟五角 它全部都不是百分百日本純種 但是它是利用 日本人以前根本不吃牛啊 對 在明治維新之前 根本不吃肉啊 他們就是吃海鮮啊 對 是明治維新之後才吃肉 所以其實這個觀念就是要跟各位講就日本人很厲害是 他弄到全世界以為這些牛都是他的 嗯 但不是 嗯 對 但不是 對啊 因為全世界的這些怎麼講 這些家畜 都是這樣混來混去的啦 是 都是這樣子 遇來遇去 混來混去的 對 因為就是要取 取最好的嘛 就是這樣子 對 好 然後我們來講白豬這件事情呢 我 我很想跟各位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說 呃 其實現在品牌豬很多 嗯 那我我現在舉的例子是個例子 如果你有更好的例子 歡迎大家那個 分享 在我們的Facebook上 呃的直播留言 或者是 你要寫信來電台 嗯 跟我說 也可以 但是這只是因為我畢竟是一個人 我沒有辦法全台灣的豬我都吃過 全台灣的豬我都養 呃 都知道他的那個 嗯 所以呢 我覺得就是要跟各位講就是說 這只是就我的觀察 嗯 那我第一個介紹的台灣混種白豬 我會介紹一個品牌叫舊好豬 嗯 舊就是呃 講舊的舊 哦 講舊的舊 呃 好不好的好 哦 呃 舊好豬 嗯 那這個呢 它是一個很有名的 你知不知道我們台灣有一個設計 服裝設計師叫 吳濟剛 我知道啊 是他爸爸跟他哥哥和他弟弟養的 哦 是哦 嗯嗯嗯 嗯 對 然後呢 他們家 嗯 他們家呃 養這個豬呢 我們就回到剛才你講 說 那個誰歐巴馬他老婆還要穿他的衣服 對對對 就是他 就是他 就是這位 然後呃 他 他呃 他們家養的方式就是回到立文剛才講的 嗯 他們其實根本不是用 噴在養 嗯嗯 嗯 他們其實呃 用的就是 他們是有請營養師 嗯 專門設計 嗯 嗯 給豬吃的東西 那他主要的食物是 呃 豆渣 就是黃豆渣 是 因為黃豆渣為什麼 我我舉的 你大家有用過沙拉油嘛 對 沙拉油是不是黃豆萃取的 黃豆對 所以黃豆是不是有蛋白質又有油脂 對 所以對豬來講 我們需要取他的呃 他的不能太瘦嘛 嗯 所以豆渣裡面有油脂嘛 嗯 然後呢 蛋白質是不是本身他就植物性蛋白質 嗯嗯 所以他主要是用這個去設計 哦 來養的哦 嗯 然后呢 他在養的過程中呢 我們就剛才又回到我們剛才講的那個日本人 嗯 他們是跑去日本跟日本人學養豬 嗯嗯嗯 所以他們養的地點呢 也不在人口密集的區域 嗯嗯 据我所知是在雲林 但相信哪邊 因為我一直說要去我都還沒去 現在那個全台灣養豬最多的地方就是雲林 雲林 第二名才是屏東 嗯 嗯 對對對 第一名就是雲林 那就是跟人口密度有關嘛 因為雲林的人口密度的確沒有那麼密 呃 北回歸線是最好養豬的地方 最適合養豬的地方 緯度 緯度來講的話 嗯 所以呢 他們是去日本跟日本人學 嗯 然後呢 他們呢 在呃飼料上面 他們配了這個 好 那這邊前面前端都好了之後 嗯 再來後端 嗯 你宰殺的過程中 是不是很怕細菌的污染 嗯 所以他們宰殺 屠宰的過程中 全程 包括從屠宰到分切到出廠 嗯 全部都是低溫的 哦 對 就是為了要控制 對 然後呢 另外一個呢 是在彰化方院的花田喜事 嗯 嗯 這個花田喜事呢 他呢 呃 養的白豬呢 呃 也是 他主要的特色是吃紅蘿蔔 是啊 嗯 對 紅蘿蔔 那你要吃的紅紅的 對對對 那他其實我等會在講呃黑豬的時候 我們會也會講到他 嗯 那他的特色 所以這些好吃的豬其實是都都都嘛是吃飼料 對 但是飼料管理很重要 嗯 對 因為有很多人 嗯 對 比方說呃 我我認識一個呃 呃我們下次有機會來分享一下養鸡 因為養鸡場我參觀過很多 養豬我可能還沒有那麼多 那他們呢的配配配的那個飼料都是有算過 比方說我剛才講的大豆是一個嗯 玉米 嗯 因為玉米也有玉米油 嗯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很重要 哦 因為你要讓他吃 是 長油脂 對 你就不能讓他吃的嗯 太乾瘦 嗯 對不對 對啊 我也覺得 對 然後 非常好吃 但是呢 你要讓他呢 在這個環境之下呢 呃 呃 要讓他呃 呃 嗯 怎麼樣 就是生活的狀態是很OK的 嗯 比方說啊 我等會兒會再談到另外一個黑豬的時候 我會談到一個我在屏東嗯 參觀的一個養豬場嗯 那那個他又有他特別的地方嗯 那我講花田喜是這個給豬 呃 給豬吃胡蘿蔔的原因哦 我先跟各位講一件事就說 大家聽到給豬吃胡蘿蔔 都想說啊 那切開他的顏色會不會是紅紅的 其實不是 他給豬吃胡蘿蔔的原因主要是為了 β胡蘿蔔素嗯 那β胡蘿蔔素是你要吃進去吸收到豬肉裡面 而不是表面看起來紅紅的 所以呢 你知道嗎 就有人很變態就是 雞蛋都要看到紅紅的昂靈 他才覺得是好了 他才覺得是好的雞蛋 所以你知道真的有一些人 有一些 但但只是一些並不是 有一些人會餵雞吃 可以著色的飼料 哦 但是 所以呢 你知道有些蛋呢 你呢 摸蛋黃 因為通常不會去摸 但你也知道我的工作 就是我會去摸 有時候 你的手會上色 是哦 因為他給他吃的東西 是為了要讓雞蛋看起來 是紅亮的 嗯 所以大家不要有這個迷思 我舉這個例子 我希望有機會來談雞肉跟雞蛋 真的 因為這我研究還蠻多的 所以這個東西是你千萬不要有這樣的誤會 因為他把胡蘿蔔吃進去之後 就像你吃進的東西是轉化成你身體的一部分 所以他不是你會看到胡蘿蔔 或切開聞到胡蘿蔔香味 我覺得我們去日本的時候 日本的蛋都有蛋香 對 可是台灣的蛋都沒有味道 那我下次拿好吃的蛋給你吃 對 就是蛋好吃不好吃差很多 很多 你會發現你去日本那個蛋都有蛋香 對 台灣都沒有 所以啊日本人不是有一個吃法是 白飯上面打一顆蛋 打一顆雞蛋 生雞蛋 就是說在台灣我如果不確定這顆蛋 我不會這麼做 就算我去市面上買那一盒貴貴的 因為我不認 可是我這就是為什麼我會去認識生產者 因為我認識生產者我就很清楚我可以這麼做 然後我以前有一個同事他老婆是日本人 他在台灣他都不敢吃 然後那個同事跟我去拍完雞肉子 就是養雞戶 對之後因為是放山羊的嘛 然後他很清楚了之後他就跟他老婆說 你要吃那個我們就訂這個蛋 對啊你就變成是要去訂耶 對因為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 你想想看那個蛋什麼味道都沒有 你就會想說這個雞的生長過程有多糟糕啊 對啊 而且有很多 對不對 蛋雞 他一輩子就在籠子裡面 他只負責 產蛋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還是差蠻多的 所以這個有機會我們可以跟大家再聊一下 好所以呢 所以這是白豬 這是白豬 台灣的白豬 對 然後呢再來呢我要講的就是說 剛才我們講的那個LYD裡面 是不是D是指杜洛克 現在台灣也有出杜洛克紅豬了 等一下等一下要回到前面 那個大家如果想要吃好吃的白豬 如果懶得煮 我先講喔 你其實在市面上 有很多地方可以買到 那我等會跟大家 哪裡吃我先跟各位講 像我們講的那個舊好豬就是吳季剛的爸爸他們養的 他們其實開了一家餐廳叫糧食舊好 在雲林喔 沒有沒有沒有在台北 喔是喔 在台北 糧食舊好 然後再來呢 糧就是善良的糧 糧食舊好 食是食物的食 舊是講舊的舊 所以你聽他的名字你就知道 他就是能講舊這食材就對了 對對對 他不會只賣豬肉的東西吧 沒有沒有也有別的啦 就是各種 就是一個餐廳就對了 以豬肉為主 然後再來就是教父牛排 大家知道嗎 他的豬排也是用這個 對 也是用舊好豬 然後Thomas 就是我們上次講的那個高雄很有名的那個 簡天才師傅 喔 對 他也是用舊好豬 用他們家的豬 然後烏馬燒肉是台中呢 就是我個人認為 如果你想要吃極致的燒肉 你去台中應該要感受一下 是喔 對 他的燒肉出來呢 是像下午茶那三層的 喔 要排隊吧 要排隊 但他是一個劇房名店 不然想到那個選舉的時候 許淑華說要請我去台中吃燒肉 我們到現在還沒有去吃 那你要去吃烏馬 但是他真的很難定 然後呢 他重點是 他是劇房名店 所以我是真的去吃 我並不是因為我工作採訪的關係 那我想要問一下 這樣就是有點跳躍 但是我想要問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都是很那個流行 那個西班牙的伊比利豬嗎 然後吃伊比利的豬排啊 那像西班牙的豬 而且他最好的是那個腳是黑色的 蹄啦 蹄是黑色的 那像西班牙的豬 跟台灣那個豬的差別在哪裡 豬種不一樣 我們有必要吃到西班牙嗎 還是吃台灣就好 有 不一樣 不一樣 我們剛才講飼料會影響風味嘛 對不對 因為他是吸收到你的肌肉裡面 西班牙伊比利豬 他還是有所謂的龍寺 但他最高檔的呢 就是他真的在森林裡面跑 那他森林裡面跑 他是 我現在忘記那個數字了 但是就是一個 他有限制啦 多少 每隻豬要有 多少公尺 對對對活動空間 對對對活動空間 那他真的在 他就是在那個 他吃的是橡樹子 所以他在橡樹的森林裡面 跑動 然後呢 他是屬於體型比較大隻的 他一隻的體重 大概有三百多公斤 嗯 對 他是屬於體型比較大的 然後你現在體型比較大 會可以在森林裡面跑 你可想而知那個肉子 然後再加上 因為他吃的是橡樹果實 嗯 所以呢 他的肉吃起來 就會有一點 又不一樣 堅果的香味 香味 對對對 是不一樣的 所以 他的豬總不一樣 那我們不能餵我們的豬吃花生嗎 嗯 也許可以試著 花生有油 你講的對 台灣講花生油 你看喔 你仔細看 我們現在講的所有飼料 是不是都要有油脂的來源 對 對 不管是大豆 玉米 橡樹籽 對 欸你講的花生是可以試 我們花生生產過量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做 是不是 好像是 對 然後我來跟農民討論一下 對 所以他其實是因為品種 然後飼養的方式不同 哦 那其實世界上最好吃的呢 的豬呢 應該是什麼 是有一個叫做綿羊豬 我們台灣翻成綿羊豬 因為呢 他呢就是 身上的毛就很像綿羊一樣 是長的 那目前在 長毛豬哦 對 目前在台灣有人養成功了 是哦 對 然後在 新北市的金山 是哦 對 希望有機會我們可以一起去 哪裡吃得到啊 他現在 因為他現在 你你記不記得我跟他講 育種要三代 哦 現在才剛開始 還不能賣啊 才還在剛開始 對 啊像說綿羊豬是在從哪來的 嗯 他如果我沒記錯 應該是匈牙利 哦 但是我有點 我微距再查一下 OK OK 那其實你上網查綿羊豬 是哦 是都可以 可以找得到這樣子 台灣有人記憶 號稱最好吃的豬哦 對 因為 怎麼講 嗯 因為 伊比利豬 伊比利豬的風格 伊比利豬算 已經算全世界最有名的了 是很有名對不對 但綿羊豬呢 因為他 在比較寒冷 有沒有 相對 西班牙 他是不是比較寒冷 對 所以他會長油比較多 哦 呃 我們人類的口感 還是覺得 油跟 肉的比例 油要 要多一點才會好吃 嗯 可是會很濃 因為你就像我跟妳講說 我吃和牛 吃到有點生氣 對啊 對啊 因為實在太油了 但是好吃啊 我覺得和牛不適合做牛排 和牛牛排只能吃75克到100克 對 不然就是多了 和牛真的就比較適合做 俠布俠布 或者是受洗燒 對 我認為俠布俠布 對 是真的好吃 對啊 對 這是第一名 因為他這樣子算的過程中 對 他不會乾柴 有 對 所以其實豬肉也是一樣啊 就是大家喜歡吃軟嫩口感的 所以在軟嫩口感的過程中 他們相對而言就會覺得綿羊豬是好吃的 我很多年前去南門市場買香腸 嗯 啊我覺得大家都流行就是說不要肥啊 要瘦啊 因為現在這樣 然後那個那個豬攤還特別說 哦現在大家都說要瘦一點 我們家有賣瘦一點的香腸哦這樣子 嗯 哦我買回去我真的覺得 為什麼大家要吃瘦一點的香腸啊 哪裡 難吃死啊 因為比較柴對不對 就是啊 就是香腸就是要肥啊 然後我跟你說 我採訪那個伊比利的豬肉 那快就飆吃了 伊比利火腿的豬肉是 你記得我們上次談的 嗯 他跟我說最好吃的比例 我後來的確去試 就是20%的油脂 80%的瘦 你想香腸是不是20%的油脂就好吃了 低於20%你可能到15%還可以 到10%就像你講的 真的很乾啊 幹嘛要瘦啊 對啊 豬肉就是要肥不是嗎 就是很乾 就是啊 有點可惜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這個的話就是講白豬的部分 那剛才講的這個低 這個杜洛克宏主 現在目前台灣有人在養 是大臣長城集團 在他們的同德牧場 平等同德牧場養 呃那呢 他他他他這個他這個部分呢 目前是呃 還沒有餐廳拿來做菜 但是你可以買到是大臣 大臣有一個大臣安心狗 對對 剛上市去年才上市了 去年底才上市了 我已經吃過了 我認為他呢拿來做 像你講的shop shop很適合 是哦 對對對 他在大臣有一個大臣安心狗 台北的門市 我我去的是在那個士林那邊 所以現在 台灣人越來越有這種健康意識 對 就越來越要求養 譬如說雞啊 鴨啊 鵝啊 豬啊 牛啊 羊啊 他的飼養的過程必須要健康啊 衛生啊 安全啊 然後當然一定又要好吃 然後還要讓他有活動的空間 對 然後又不可以虐待動物 類似像這樣 所以就是越來越多的這種飼養方式的改變跟革新啦 好我們休息一下再回來節目的現場 我下一段全部都要講台灣黑豬哦 對啊對啊 大家要好好 非常期待 他很特別 他32歲就得到神農獎 哦是 台灣最年輕的神農獎得主 對 然後他也是 因為大家都用 國外進口的品種來混嘛 他是用台灣的品種 所以我等會可以跟你講 你就說台灣正黑豬哦 對 台灣正黑豬 這是在哪裡 彰化方苑 也在彰化 嗯 對 還蠻有趣的一個 等會是不是要再跟大家講一下我們那個 要來 我們台灣的那個豬肉有很多出口到日本去 有啊 有啊 而且 我覺得日本人很厲害一件事情啊 我在日本啊 發現一件事 他單價好的他都 輸出 嗯 呃 留在日本國內的沒那麼多 哦 我覺得他們還蠻厲害的 因為台灣黑豬很有名耶 對啊很有名 好吃在哪裡啊 跟白豬比起來 哦我帶東西給你看 你怎麼看的呢 你用講的比較快 沒有啦 我試給你看圖片 哦 對你來講 你比較容易知道 我在幹嘛 呵呵 他現在 這個陳農獎德主 他只賣給這個 永豐 就是 你知道永豐嗎 就是 我真的忘記他中文叫什麼 他的英文他叫green and safe 中文應該叫什麼永豐 就是那個河 河 河一家 這個 女神 第二代 女神 很黑很亮 很黑很亮 你等我再聽一下 好 回到我們節目的現場 我是鄭里文 今天呢 我們再度的請到了蘇小英 來跟我們談一下台灣的豬 台灣的豬其實還蠻厲害的 那我們剛剛介紹了台灣比較大宗的這個白豬 在市場上面 那大家一定都知道台灣最有名的其實是台灣黑豬 對 那黑豬 白豬就是很白是不是 那黑豬就是長的黑黑的 對啊 你看這照片 黑黑亮亮 就是黑到發亮 要給大家看一下嗎 對啊好 給大家看一下 就黑黑 真的又黑又亮 對啊 就是黑到發亮 台灣黑豬為什麼這麼有名 好吃在哪裡 差別在哪裡 台灣黑豬 豬味比較重嗎 我覺得它好吃是品種的 品種的關係 然後再來就是 你有沒有覺得就像我們剛才 前面不是有講到你吃蛋沒有蛋香 現在是不是吃了很多豬肉沒有肉味 沒有肉香 對 它的是有 但是呢 就像你雞肉一樣 對 好吃的雞肉有那個肉味 對 那你一般的那種很便宜的肉雞真的沒有 就你不知道自己在吃什麼肉那種感覺 所以啊 比方說我常常跟人家講說 如果你今天選了一個很好的食材 嗯 你就不要用糖醋的方式去烹調 你不要種味道 你才會 吃原味 吃原味 所以我為什麼要那麼多鹽 因為我很多好東西啊 就用好的鹽巴 提育一下味就好了 對 上次拿鹽給你一下到 看到 而且你一個一個鹽去taste的時候 你真的可以吃得出來 那個鹽的差別很多耶 對啊 很大 可以吃很明顯吃得出來 不是鹽就是鹹鹹鹹而已 不是耶 味道差別很大 對啊 那所以你下去調味出來的東西 真的也差別很大 對啊 有機會應該跟大家聊一下 這種調味品 對於那個食材的影響 其實是非常 那我今天要介紹這個呢 是 坦白說 我吃了之後就是 驚豔的黑豬 真的喔 對 就是我自己還買 可是我是吃了 我才去回溯 欸可是喔 我們台灣大部分都用醬油嘛 因為就是滷肉嘛 嗯 豬肉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滷肉嘛 啊你用醬油去滷了之後 會不會都是醬油味吃不太出來 不會那你就要挑好醬油啊 你不能挑不好的醬油啊 我的意思是說那個豬肉就沒什麼差了 不會不會不會 還是有差 不是只有白切肉吃得出來而已 沒有沒有沒有 真的還是有差 但是當然是越原味越好吃 而且口感應該也會不太一樣 但是就像我剛才前面講的調味料 是是是 結果調味料選擇也是一個 對阿 一個很重要的 我有一個會煮飯的朋友去我家就說 甄莉文你以後要買好一點的醬油 我想說喔好好好 對啊 那我不知道什麼叫好一點醬油 我就去買了一瓶最貴的 喔沒有那你以後問我好嗎 我在下單的時候我可以順便買 喔後來我就去去西羅玩的時候 我現在就買一些這種台灣的這種 嗯嗯 這種就是比較有名的台灣的這種醬油 對而且台灣的醬油分幾種派別 就是比方說台南的醬油 會在最後他全部都濾渣上來之後 他會加糖 因為台灣的台南的飲食 愛甜 對超愛甜 所以如果你不喜歡這種 你就不要買台南人會吃的醬油 醬油 因為我有朋友 人家明明醬油很好 然後一直在那邊幹狗 那我就說那你要了解 台南人吃東西的那個特性啊 你不能說 真的 我真的不騙你 你在這個 像很多台南的名產 他附的那個醬子啊 嗯 那你來台北 台北也不是不好吃 是很有名的什麼虱目魚店啊 什麼什麼 有那種滷的 對 我跟你講那個醬油味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對啊 就是不一樣 因為他們 不趕快就是不趕快 而且你知道糖是會影響發酵對不對 對 所以它是必須在濾汁最後才加進去 而且我跟你講台灣台南人 有很多東西好吃 譬如說花生糖 嗯 是因為他那個台灣男人很會弄做糖 對 糖好吃不好吃差別很大 然後再來一件事情就是你剛才講的滷的東西 對 滷的東西是不是要加糖 對 那我問你 加二砂還是加冰糖還是加麥芽糖 你知道不一樣嗎 對 有道理 對啊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我有一個朋友 滷肉給我加二砂 嗯 沒有不對 但是二砂的味道會蓋過肉的味道 太甜了啦 我認為啦 冰糖 冰糖可以 一般都是說要用冰糖啦 麥芽糖也可以 也很好 對 可是那你就是在做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要吃到那個調性 你才會對 那我很喜歡那個日本醬油裡面有那個 煎魚啊 柴魚 柴魚那種風味 我很喜歡 對 那個的話他也是製作的最後才加 因為在過程中會影響發酵嘛 對 啊你就不用這麼麻煩還自己弄柴魚啊 對 弄魚乾啊 對不對 醬油裡面就有這個味道 我喜歡這種日式甜甜的 所以這個東西是朝著這個方向前進的 好 那我要回來講 黑豬黑豬黑豬 我就是讓我很驚豔黑豬 我是吃的 我其實是因為 呃 朋友約我去山海樓吃飯 我現在不是要幫山海樓打廣告 但是 但是 在仁愛路二段 豪宅一樓 我怎麼好像沒吃過 仁愛路二段 是喔 我沒有吃過 仁愛路二段 你知道有開一家二樓嗎 這是舊老店還是新店 呃 他是從呃 別的地方 牽過來的 好吃是不是 好吃是老台菜 喔好好好 老台菜 那我下次去吃一下 對很符合 喔好好好 然後而且 欸離國民黨黨部很近啊 超級近 中華電信旁邊 喔是喔 嗯 你不是說仁愛路 仁愛路啊 不是有一個很大的中華電信嗎 喔 你說老黨部啦 那早就已經不是黨部了 喔對 好就在那個地方 山海樓 那他的特色呢 我先講喔 這個豬肉的特色 嗯 非常的獨特 然後我後來呢 才回去查這個養豬的人 喔 他叫鄭玉松 喔 鄭就是鄭成功的鄭 教育的玉松 松樹的松 嗯 然後呢 他呢是 他在2015年就得到了神農獎 喔 他創下了一個紀錄是 喔 台灣目前 喔 未來也許有人會突破他 是 他是最年輕的神農獎 是喔 他32歲就得神農獎 欸啊 他們家本來就養豬嗎 對 他是第三代 喔 然後呢 可是他為了要把豬養好這件事呢 他還去念了大業大學的生物產業科技碩士 嗯 因為我剛才說過 就是說 在過去吃廚魚 到現在你要給豬吃什麼 這件事 嗯 你得要自己決定 所以你得要懂這些東西 嗯 因為他在彰化 他就就進讀了彰化的學校 喔 然後呢 他呢 他去配種成功 有才有才 呃很抱歉我用配種這個字 就是因為他真的在做這件事 那如果大家有想到更好的那個 大家在 就配種就配種 幹嘛一直道抱歉啊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很粗 不會啦 哪會啊 好 反正就是這件事 好他結合了 有這種感覺的人是他們有問題 不是你有問題 嗯 他結合 他結合兩種 台灣老品種 嗯 嗯 一個呢 是梅山豬 可想而知就是嘉義那邊的 嗯 另外一個是桃園豬 嗯 好 那我先講梅山豬的特性呢 嗯 是他取他脂肪的特性 嗯 因為他柔嫩多汁 喔 然後呢 桃園豬他取的是肉質的特性 嗯 細嫩彈牙 喔 所以呢 他呢就是結合了這兩個東西 對 然後呢他在餵養的飼料裡面呢 嗯 他是不是摒棄的廚餘 嗯 嗯 那他用的是什麼 叫做多樣性骨類 就是呢 嗯 他用進口的小麥 嗯 因為我們剛才是不是講玉米很好用 對 可是玉米現在基改太多 嗯 他在選擇的時候他不確定這是不是基改 嗯 所以他呢就用進口的小麥 喔 還有我們剛才講的黃豆那些豆類 嗯 是主要的 OK 再來呢他添加了沙拉油 嗯 有沒有我們剛才一直講 不夠油啦 油脂 油脂 對 然後呢他呢給豬吃益生菌 喔 對 所以呢在彰化還有一些豬農 他強調的他是乳酸豬有沒有 他就是用餵養益生菌 有什麼好處啊 啊 因為 胃口很好 沒有益生菌 豬的胃口很好 還有就是他的身體的那個細菌的 細菌的分布會好菌多過壞菌 就是調整他的腸味道 好講究喔 很講究吧 對 然後呢 再來一件事情就說 過去呢在養豬跟養雞 通常都是育種廠歸育種廠 所以他們就不會讓他吃抗生素就對了 對啊 然後吃這種反而吃健康的菌 健康 而且你有看到一件事就說 他餵養他的東西是天然食物 嗯哼 對 他不是加工品 嗯哼 然後再來一件事就說 過去是不是育種廠育種 嗯 我去買育種回來 可是我不知道育種廠有沒有 嗯 對豬做什麼 比方說生出來小豬做給他打什麼 嗯 你不知道 所以呢他呢就是一條龍 從頭到尾自己 自己弄這樣子 對啊 然後呢更有趣 像這種打針啊 然後裡面有抗生素 有這種生長激素的啊 嗯 真的對身體非常不好欸 所以你看你現在小朋友都很早熟 就是因為太多這種環境荷爾蒙了 對 對 這對身體很不好欸 很不好 對 所以我覺得他的得神 然後另外呢他在他們家的廠房 這一定要給大家看 上面這個是什麼 太陽能板喔 喔 好進步喔 我覺得這個 感覺好乾淨喔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很很成功 他也有養我們剛才講的那個混種白豬啦 嗯 對 所以我覺得他的東西就是非常的獨特 嗯 那他因為 坦白說這樣養你知道他量一定不多嘛 嗯 所以呢他呢就是 呃主要供應山海楼 因為山海楼我剛才不是講說 Greenland safe是山海楼 所以他也有賣這種 呃你可以買回家 喔是喔 分裝喔 但是全台灣獨賣 因為沒有這麼多東西可以賣 而且你會常常遇到說 他叫台灣正黑豬喔 正黑豬喔 對因為我剛才講的是梅山種跟桃園種 混羊的 換句話意思就是說 這就只有台灣種下去混了 沒有外國種 沒有 是這個意思嗎 對對對 所以呢你如果去買的時候 你比方說你要買正腰內肉 結果 呃沒有了 這很正常 因為你可想而知 因為他就是 量很少 很量很少 所以我 我自己已經買了過年 要放在家裡 喔是喔 家裡要吃的 就是自己要吃 不是買回去自己灌香腸喔 哈哈哈 沒有那麼厲害 那灌香腸太難了 對不對 灌香腸 我 我有機會跟大家分享 以前小時候 小時候家裡都把自己灌 對啊 現在都沒有了 還有小時候不是家裡都自己殺雞 現在也不知道 對啊 現在都不能撕宅 辣 那個廚房裡面都有掉臘肉跟香腸 有沒有 對啊對啊 好有過年的感覺喔 對啊就是現在就比較沒有 所以我個人呢 是覺得 呃 它很好吃 但是說實話 你想這麼用心在養 然後跟量這麼少 它的價錢不會便宜 所以大家不要再來幹 我說好貴 對 每次要介紹貴的 對 可是我們剛才也有介紹 如果你想要吃混種白豬還是有混種 不錯的啦 可是我覺得這些人的努力 我們是應該要給他吃 所以我們一般 一般在菜市場買的豬肉 其實你不太知道它是哪裡來的齁 他不會告訴你 對啊 除非你問他啦 他不會告訴你是哪個農場 什麼產地對不對 可是還是有些人喜歡溫體豬肉 我覺得溫體豬肉沒有問題 可是呢我覺得 像我夏天 我會盡量避免買溫體豬肉 因為畢竟台灣的夏天 太熱了 又潮濕又熱 潮濕跟熱都是提供細菌生長的環境 對 但是 我不可避免說 我自己也喜歡溫體豬肉的味道 所以冬天的時候 我是真的會去 我熟悉的肉攤去買 我覺得還是有差 所以溫體豬跟冷凍豬還是有差 還是有差 因為冷凍會破壞纖維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豆腐 你把它冰的 就變凍豆腐 那它的纖維是不是改變了 那牛肉羊肉也都會啊 會啊 每一種都是一樣 所以就是 冷凍這件事情 它還是會多多少少有一點改變 但是 它不是 就沒辦法嘛 對 因為這個是沒有辦法 對 但是我要先跟各位講 大家都覺得黑豬肉很好吃對不對 那你吃過烤乳豬嗎 有啊 好 烤乳豬不能用 黑豬來做 你知道嗎 因為黑豬的毛很硬 就算它 是小baby 它還是毛很硬 那所以呢 你沒有辦法完全去除掉那個硬毛 當你在烤乳豬的時候 你就會一直吃到 一根一根的毛 因為它深入毛囊裡面嘛 是喔 就很難去毛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烤乳豬一定要用白豬來做 因為烤乳豬的重點在那個皮 皮 然後你那麼多毛 是不是就那個 所以如果有人告訴你說 它的烤乳豬是用黑豬 你要思考一下 哈哈哈哈 因為 那個人不懂 哈哈哈哈哈哈 對 對 因為它想說 台灣人就會覺得說 黑豬才是好豬這樣子 對 可是因為毛的關係 對 就是它那個 你吃起來就是會扎口 因為我們毛 是有毛囊 對啊對啊對啊 出來外面那個 所以它沒有辦法去乾淨 對對對 是喔 所以以後不要被騙了 我說我是 黑豬做了烤乳豬 那你要思考一下 哈哈哈哈 好我們休息一下 再回到現場 機車騎士請注意 一個解釋 就是大家比較知道 那個 欸沒有說什麼白豬 比較適合做什麼 黑豬比較適合做什麼 都可以啊 其實都可以 但是就是烤乳豬 那個那個 那個真的有差 那個真的有差 那你之後當然講什麼 講這個啊 豬肉料理嗎 600黑豬 還沒講 對 拿600 OK 對 這個我可以講 我第一次知道這個600豬 是在那個 嗯 那個那個什麼 嗯 日本的栗木縣 因為栗木縣是 哪裡啊 東京往北 大概坐電車 啊 這麼北邊喔 東京往北 大概兩個小時 日本的豬是不是 石圓島這有名啊 哈哈 石圓島是那個阿古豬 還很南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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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南邊嘛 對 但是 600豬我第一次知道是 你只想要讓大家看到我長怎樣嗎 哈哈 哈哈 因為你只躲在麥克風後面嗎 我是想要躲在後面啊 哈哈 那我唱到很久不見 對啊 那我喬都在後面 真的很想要躲 你沒有發現我會不自覺的去躲在他後面 有名的這些滷肉飯 他只會強調說幾分瘦幾分肥 他不會強調說我們家的豬是什麼豬 對 但是我跟你講瘦肥 肥瘦是2比8 是最多到3比7 還有像什麼獅子頭的比例啊 對 因為他很重要 因為他是黏著嘛 他的那個水餃啊 對 香腸啊 回到世界把抓 我是真理文 在我們現場是商業週刊 Alive的記者蘇小英 小英要來介紹我們台灣好吃的豬喔 因為呢 最近有所謂的非洲豬問 可是大家不要過度的擔心喔 其實呢 第一個他不會傳染給人 第二個呢 煮熟的豬呢 是不會有問題的 好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吃豬 過年的時候呢 因為 今年是豬年耶 當然要吃豬 喜美喔 對不對 是啊 今年是豬年 豬豬年 所以呢 剛剛小英介紹了 有名的台灣混種白豬 台灣黑豬 然後現在還有一個叫做 六白黑豬 他到底是白豬還是黑豬呢 又白又黑喔 他全身有六個地方是白色 他就是我們很熟知的盤克夏黑豬 所以他是黑豬 對 可是他有六個地方是白的 然後我先講 他盤克夏豬 他其實 據我所了解 如果有錯 大家可以糾正我沒關係 是美國的豬 可是傳到日本之後 日本就會給他取一個自己 日本不是很喜歡 那個變成自己的 日本話 對 那他全身有六個地方是白色的 所以日本就叫他六白豬 那哪四個地方呢 六個地方 六個地方 第一個是 鼻子 然後四肢 所以就是 四肢就是前肢跟後肢 這樣就是兩個嘛 所以數到三了對不對 第四個就是他的尾端 尾巴 尾巴 就尾巴 欸不對 那他說六個 反正就四肢 四肢加鼻子 加尾巴 所以是六個 對對對 那我這個第一次吃到 是在那個 日本東京往北的那個立木縣 對 這麼北喔 嗯嗯 然後嗯 我在那邊吃到 我真的覺得還蠻好吃的 然後東京有一家 我很喜歡的豬排 嗯 在高田馬場 那你怎麼會知道 他是用什麼豬肉 啊 你去 他上面會寫喔 對啊 而且我去 我都會逛超市啊 喔 逛超市是我的那個 是是是是 東京在高田馬場 有一家豬排店 叫城上豬排 在地下一樓 嗯 要排隊排很久的 喔 他就是用這個地方的六百豬 喔 很好吃 但是 對現在台灣也越來越 有這樣子的習慣 就是說標標柱說 它的出處是哪裡 對 是哪個牧場 然後它是什麼豬 它是什麼品種的 是哪裡來的 對就是生產履歷溯源嘛 對對 你比較能夠知道 對對對 然後這個部分呢 其實台灣蠻多人在養的 可是我特別介紹第一個 剛才就是我剛才講的 花田喜事 嗯嗯 就是喔他是彰化田尾 嗯 他就是一樣是用呃 紅蘿蔔 紅蘿蔔去養的 嗯 那他紅蘿蔔就是雲林那邊 嗯 種紅蘿蔔 那台灣 所以大家不要有個錯誤的觀念 說 假豬魚的豬比較好吃沒有 嗯 我們剛剛介紹這些好吃的豬 他都不是用豬魚味的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呢 紅蘿蔔呢 他最主要是因為雲林那邊呢 有一些紅蘿蔔呢 他是不是 我們台灣是不是醜的蔬菜賣不掉 對對對 所以他就去收那些蔬菜給豬吃 嗯 那當然呢 他為了要我們剛才有講到油脂這件事 嗯 所以他當然還是有補充 嗯 他當然還是有補充油 然後益生菌 嗯嗯 然後他還給豬吃綜合維他命 哦 對對對 就是因為他要養豬那個 嗯 那呃另外呢 我還要特別介紹一家呢 就是我們剛才有講到的那個 大城長城的同德牧場的黑豬 嗯 他也是這個 那他呢 他就他就有很明白很清楚的寫說 我們一般我們吃的豬肉都養一百八十天 哦 是哦 對一百八十天 六個月 可是呢他養的是兩百四十天 哦 其實雞也有這個養足月跟養不足月 他是長得比較慢還是要讓他長得比較大 除了長得比較慢 應該是長得比較慢啊 因為長得比較慢你肉質比較好 肉質比較扎實 扎實 然後再來一件事情是 你的身體才會夠成熟 嗯哼 這是你身體一個荷爾蒙的轉化 哦 對然後呢 我們未來有機會談雞的時候 我可以跟各位談一下 對 雞也是這樣 你要養到多少天 哦他要養比較久成本比較高 當然 對啊 所以價值會比較貴 你看你說一百一百八十天 他養兩百四十天 他就多六十天 多兩個月的成本 對 所以這個還是有差啦 還是有差 嗯對 然後呢 我在想說哪裡吃就是 前面我們講那個花田喜事 嗯 在那個呃 台北有一家是米其林推薦的餐廳 哦 叫樂普丁 在那個台安醫院附近 欸我有聽過 可是我沒有吃過呢 樂普丁呢 嗯 他是用那個 他是呃 跟台北市政府合作的老屋改建 他以前是一個骨肠 所以他以前 不就是那個一號 量昌一號嗎 對 然後樂普丁 他在這附近而已 他另外一家樂普丁 就在這附近 喔是喔 在那個杭州南路上 喔是喔 一個日式的建築物也是老房子 啊有有有 我有印象 有有 可是我都沒有進去吃過 樂普丁一號量昌都有 然後呢 一號量昌的一樓 有一個像超市的 叫樂普會農 對 所以你如果想要買 他們有賣就對了 你也可以在那邊買 對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大城長城的同德牧場的那個 一樣就是我講的 他就是網購 沒有 他有實體的店面 喔喔喔 在台北在市里 喔 他也可以網購啦 對 所以你是很方便 所以我不是說我已經開始在採買 就是我過年在家 我昨天才去那個迪花街 嗯 那個年貨大街 對 但你才買的是乾貨 然後我先才買 零食 對我先才買的就是 冰箱要放的位置 是 我昨天一直跟我老公講 我們現在就去買 會不會還有兩個禮拜才過年 會不會那個過年前就吃完了 就吃完了 對 以我們兩個的速度 就是 就是我覺得還蠻 就是這些東西是 可是我不建議大家囤貨 對啊 可是我會現在買 我現在就到貨的原因是 因為過年前 你怕買不到 宅配只會更忙 對 然後當你不確定 他什麼時候來的時候 因為你這個過程是一個最難 對 因為宅配的溫度 會不會掉這件事情 因為在每一次開跟關之間 對 就會掉 這個你不能說是他的錯 這就是他沒有辦法避免的 嗯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不要囤太多 因為我一個人嘛 嗯 但是我還是要囤一個 那你不是住家裡 我沒有住家裡啊 我自己住啊 那你沒有回家過年 我過年會回家個兩天 喔 對 對 因為你知道那個一個人過習慣的 回家 避免太多 那個 對 就是 就回家過年 但是還是回自己住的地方住 對 主要 因為九天耶 你怎麼可能九天都待在家裡 打麻將啊 我不會打啊 打排賭博啊 我也不會 我連那個 我連大老二都忘記怎麼玩了耶 喔 我也是好多年沒有玩大老二喔 對啊 賭博我也不 就麻將我從來沒有碰過 就你們家裡沒有這個習慣啊 沒有耶 對對就是 我覺得 對啊 不然過年在家幹嘛 就是賭博是最好玩的 所以我說兩天差不多了啊 差不多了啊 然後該聊的都聊完了 那你回家不是更無聊嗎 蛤 追劇喔 嗯 追劇也是 就是你可以做很多事 你可以 我 大家問我說九天的放假計畫是什麼 我都說混吃等死看天黑啊 啊不然耶 因為你平常我的工作 你也知道我工作很忙 我工作不可能有這種 完全放空 可以晚休息這樣 對完全放空 啊所以你就買食材回去自己做 當然啦 自己做做菜這樣子 對啊 過年的時候吃這樣 對啊 其實出山餐廳就都開了啦 台北 可是 都可以吃得到 可是我以前是做餐飲的 嗯 你知道我現在去 不新鮮嗎 不是不是我一個人去 去任何一家餐廳 認識我 應該都很想把我趕走 因為這時候 要做的是全家人的生意 可是因為我自己是做餐飲出身 我很了解 這個這個這個 所以我其實不太會那個 嗯 所以我覺得呃就是 因為我自己也愛做菜啦 嗯 對你應該看我的給西都知道 我很愛做菜 啊而且你有廚師的那個啊 證照的呢 對那個真的就是好玩而已啦 可是自己一個人很難煮啊 嗯 我已經習慣了 喔 對我就是還蠻習慣 而且我還不喜歡人家 過年來我家看我 因為我還為了要煮給他 我還想說我到底要煮什麼 又很累 對啊 對啊 那我就自己愛吃什麼就吃什麼 現在很多人都馬去餐廳吃年夜飯了 欸可是餐廳吃年夜飯這件事情 嗯 嗯其實呃我覺得當然是很省時 但是你不覺得因為餐廳一定是要好幾輪嘛 對啊 所以呢他就是規定你兩個小時 對 你不覺得吃年夜飯兩個小時很掃興嗎 我個人覺得 但回家再那個啊 回家再 繼續就包回來繼續說 打牌我們怎麼那麼嗜毒真心啊 哈哈哈哈哈哈 不知道要幹嘛 對不對 總不是你會在飯桌旁邊 圍一個晚上三四個小時喔 那人很多才有辦法吧 嗯 沒有到三四個小時 可是因為 對不對兩個小時也很久了 我跟我弟都很愛吃東西對不對 然後呢 慢慢吃慢慢吃喔 我們兩個就會慢慢吃 吃火鍋因為可以吃很久 也沒有吃火鍋 我們家是台灣人 台灣人會吃火鍋嗎 對 會啊現在大家都很流行為盧啊 不是我說小時候也沒有啊 喔 對啊 而且你忘記 你看你弟怎麼有辦法在餐桌旁邊吃這麼久啊 我們兩個都一直 你媽一定很高興啊 對我們兩個大概可以 年夜飯可以站住餐桌 站住四個小時欸 真的 很強吧 你媽煮了幾道菜 大部分是我煮的啦 我小時候因為會比較喜歡回鄉下 雖然沒有鄉下可以回了啦 因為回鄉下那種 如果有那種阿公阿嬤 只有幾代同堂的有沒有大家庭 你這種才有那種過年的FU阿 對不對 現在真的太沒有過年的FU阿 你留在台北就沒有啦 我不曉得你怎麼感覺 我現在過年的感覺就是 呃 所有食材如果我沒有款 我爸就會覺得 阿你沒款我不知道要去買什麼 他很怕說買的東西我不喜歡 喔 好 然後這是我第一個要忙的是 第二個事情是我要煮 嗯 因為呢 他們又很怕煮太難吃 我會不開心 欸你給人家壓力很大 阿所以你們家年夜飯是你煮的喔 對啊 現在喔 哇塞 然後呢 都已經忙得要死要活對不對 最後還要包個紅包 是啊 一定要的啊 因為我弟 過年就是這樣嘛 我弟已經有小孩了嘛 然後家長也要包嘛 對不對 然後就是 對 所以你知道我就覺得 過年很虧 所以 忙完兩天一定要回來睡覺 哈哈哈 你現在不需要回娘家 對啊 因為過年就是這樣子 沒有回娘家的問題 這樣子的狀況嘛 所以我覺得每年 但是自從我當了那個 美食記者以後 阿當然我之前就是在飯店業 他們都覺得 我嘴巴越來越挑 哈哈哈 好啦 鼓勵大家齁 不要怕吃豬啦 豬肉很安全 好謝謝小音 謝謝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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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